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后 中国观众心中又增添了一位保家卫国的英雄 英雄赞歌插曲广为传唱 志愿军的形象再次飙升 2011年冬天 辽宁锦州大岭村的一个乡镇集市上 一位炼摊的老人冒着严寒 在推销老伴亲手缝制的鞋垫 一双一块钱 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十几年 没有人知道 这位老人就是英雄王成最早的原型 蒋庆泉 他在喊完向我开炮之后 并没有像电影中的王成那样 与敌人同归于尽 而是成了俘虏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 他生活在被俘的阴影下 而不是英雄的光环中 那样情况下没人提我蒋庆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3年3月 从福建掉入朝鲜的志愿军23军 向三八县附近美军阵地实验洞北山 美军称猪排山发动攻击 阵地几次一手 志愿军伤亡惨重 我们中国就是靠的是人 因为美国靠的是钢铁 我们是拿人肉拿生命 跟你们钢铁较量 就那个猪排山啊 我后来也上去啊 那个死人啊 不是把人铺了一层啊 是人敌人 人敌人 铺几层都是死尸啊 4月17日第三次战斗 蒋庆权所在的志愿军六十七师 一个连守卫山顶阵地时 只剩下一名部划机员和几个伤员 美军再次冲锋 接近山顶 虽然蒋庆权不顾生命的高喊 向我开炮 志愿军的炮弹 却在此时刚好打完 美军冲上了阵地 辽审战役投降后 成为解放军的前国军士兵蒋庆权 这次成了美军的俘虏 打到白热化了 我身体都实施 你说碎尸的整尸的啥都有 脸上的中国人的血也有 是美国人的血也有 身上都是血干脆 助打了这个美国人上来 实在没办法了 这个我才喊得像我开炮 对此那时我心里特别难过 我说我的祖国 如果有美国那一半 三八仙他都不能出弯 蒋庆权被炮弹震昏 醒来发现周围全是美国人 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俘 巨大的羞辱感 竟然让他再次昏了过去 当然我被俘虏的啥也不知道 啥也不知道 是美国人把我 头一次死了 给那个战场上当死 把我转行了 我这一看不好样 我看转圈都是美国人 这心里这一着急 我说被俘虏一着急又死了 死了把我扔到车上去了 人家当死事拉起来 等他往我又活了 美国人简单把我捡给了 醒来后 蒋庆权被送进了战俘营 战俘营 对于绝大多数志愿军 被俘人员来说 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他们中许多人 在国共内战中 有过被俘的经验 但是却马上被解放军收编 换了军装 转过枪口去打仗 对按照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规定建立的战俘营 完全没有概念 被俘 以及之后被关进战俘营 让他们普遍感到羞耻 这种羞辱感 是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普遍感受 1951年进行的第五次战役 因指挥失当 志愿军60军180师全师陷入重围 分散突围失败后 数千名志愿军基层官兵 成了联军的俘虏 失望与悔恨交加 令很多人抱怨 自己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 当然我这个被俘了 我觉得是很可耻的 我都很光荣的这样子 参军的这样子 就觉得就被了这个包袱 那个还真还有 怎么回去见什么毛主席 能见吗 这个就这个 所以进夏一被俘以后 我一个最大的心理障碍 就是很悲观 非常悲观 觉得这个完了 前途什么都完了 入朝前 志愿军普遍进行了气节教育 严格战场纪律 美军缴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 1951战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明确 临阵投敌 斜泄前逃 投降敌人报告军情 可判处死刑 或者十年有期徒刑 为了严肃军纪 有些部队不惜拿自己人 记齐开刀 杀一警百 因为我在这个解冯军干了一年多 我就发现 解冯军有个很特势的一个 就是在军队吃发以前 一定要枪毙一个人 就像古时候 那个军队吃发 要杀一个人 记齐 就像那种状况 在这种气节教育之下 志愿军被俘后 普遍消沉 很多人虽然想要回家和亲人团聚 却又担心回国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在中共的教育中 将被俘等同于辩解 朝鲜战争开始时 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残酷的国共内战 军队和平民的死伤人数 已千万计 在国民党被消灭的八百万军队中 有一百七十多万投降后 被编入解放军 转眼之间 他们中许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鲜 在战场上成为俘虏后 有的人一进联军战俘营 就坚定了不回中国大陆的决心 很多人对解放区的中共土改 记忆犹新 其中有的还是受害者 他们知道如果回国 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我是坚决不会回大陆去的 因为我老家 我老家的话就是 四六年 四六年国共党就战了 那个清算斗争很恐怖的了 一到这就把我家的家产 全部分掉了 房子也分掉了 土地也分掉了 他写那个斗争大会的时候 他写那个标语写的更恐怖 说第一 这个穷人要翻身 抓住地主老财 挖苗断根 那就要老少不干年 你认识地主家族的人 一律都给你打死 就这样子 那时候还不用枪毙 枪毙他还舍不得一颗子弹 就要趁着拿石头打死 这种土地改革 1949年后在新的解放区照样进行 中共并在农村划分阶级 鼓励农民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 中共同时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很多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前国军人员 都成了斗争对象 统计表明 从1950年到1953年 共有几百万被划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 被中共处决 尽管土改和镇反 只是中共无数政治运动的开始 其后果已经让许多前国军人员不寒而栗 他们投降解放军后 发现自己也不受共产党的信任 不少人于是伺机重新投奔国民党 而韩战被俘就成为天赐良机 他们从自身的家庭或者自身个人 是受到了确实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 比如说大土豪分天地 他是一个地主 他家里被扫地出门 财产被分 或者他的父兄是国民党军人 在国共内战里面被打死了 或者重伤了 他内心对共产党是有仇恨的 这种不合人 而且正好到战场上 可以通过战线去 跨过战线去 回到所谓自由世界 脱离共产党 这是个很好机会 所以他们投陈了 与前几次战役相比 参加第五次战役的前国军人员 显著增加 刚刚在四川与国民党95军合并的 志愿军60军 尤其如此 很多人被俘后不愿回大陆 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 随着在战俘营中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 一般人士的话 他当时都有很大一部分被俘虏了 那他里面的成分里面 有许多是国军救护 或者是说有些 他本身共产党的背景 并没有那么鲜明 所以当这批人 大量到了战俘营之后 他对整个战俘营里面 战俘的成分 战俘的成分 产生很大影响 等于说 有国军背景的人突然暴增 那暴增之后 在权力斗争方面 就产生很深刻 很关键的影响 前国军人员如此 那些深受中共信任的 志愿军军官们的表现 又如何呢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 他们没有像中共教育的那样 在任何时候都挺身而出 为士兵以身作则 而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 熟悉中共教育的军官们知道 在共产党的眼里 被俘就是犯罪 而且干部 特别是政工干部 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 部队入朝前的教育宣称 如果干部被俘 肯定会被美国人处死 这个下来就碰到我们团的一个指导员 他也比赴了 他比赴了 我看他呢 穿的这个干部服 我那人小嘛 我想得很单纯 我想他对老北 小兵可能要好点 对干部 是不是叫杀或者叫什么样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把你的干部服脱来丢了 我这有件战士服 我就给了他了 俘虏中于是多出了很多的伙服 文化教员和会计 这些人被送到聚集岛后 除了志愿军20军60师 180团三营教导员孙正冠 和60军180师 539团营长马兴旺等 在釜山就表明身份 担当起管理战俘责任的 少数营级干部外 多数军官被送进士兵战俘大队 共产党干部们竟然隐瞒身份 前国民党军队人员 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军官们 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申报军官身份 挑起了战俘营自我管理的大梁 在他们的管理下 最早收容中国战俘的72战俘营 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国民党党徽不但成了战俘的冒徽 还被镶嵌在战俘营的大门上 难怪180师的官兵 一进战俘营就以为是到了台湾 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应该就是 你是原来你是军官 对不对 你这么被俘了 你应该管理你这士兵才对 但是进到那里面以后 所以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头了 都不敢露脸 不敢表明他是干部了 那么在里面出头露脸的 大部分都是原来国军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 反共人士当了家 青年反共救国团 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 就相继在战俘营成立 管理层利用警备队进行管理 对亲共人士 特别是前志愿军的干部们 严密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有人被谋杀 在战俘营一切的时候 来个七十二的战俘营 已经完全找这个敌人了 控制了 他们这个是闺蜜当 那是露三支部一监里去 还紧闭队也成立去 你要是反对的话 他就整个阻打 甚至把你打死 把人家丢到冒坑中 就是很阻辣的 就在你住这个屋里 就先把雷死和憋死 头蒙起来 我们能这样住的 不是窗也不是 就是那个 涂堆起来的 涂堆起来一个一个 像窗一样 随着那上面 赶紧就把那里挖挖挖挖挖 把你埋下 韩战爆发后 美军主动寻求台湾方面的帮助 1950年7月底 刚刚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迈克阿瑟 就访问了台湾 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1951年初 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 以翻译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 协助志愿军战俘的审讯工作 他们在1950年11月2号 台湾的广播电台 它自由自身 自由中国自身 每天八点都会向战俘营去广播 宣扬台湾的情况 心脏喊话 那1951年的时候 又联军又要求台湾派了73位议员 翻译的人员 到那边 到大丘去重置情报工作 那还有就是1951年6、7月的时候 美国联合国民众新闻教育处 就是CIE 在战俘营里面 有设立了23个指导员 是从台湾去的 1951年7月 开诚和谈的消息传入营内 反共战俘决定宣示反共立场 公开要求去台湾 聚集岛72战俘营 率先开始在身上 刻刺反共字样的运动 一开始是自愿参加 后来规模不断扩大 次字也由最初的自愿发展为强迫 甚至还出现了英文字样 反共看过大刀工上杀剧八卖 现在我弄掉了 这个家人这个家都吃的字 我们也不敢说 不敢说回答了 不吃就不行 因为不吃它说你思想有问题 思想有问题 那个战俘营里边 就是无法无天的了 谁全都打就是谁有力量 到时候我亲自看到我们一切来的人 他就坚持他要回家 坚持回家 然后说好了旁边有金碧队 就是我们的人组织的金碧队 好吧 那时候你回家你来吧 到金碧队就挖个坑 就把你推到坑里边去了 推到坑里边 然后说嘛 那他就过来整打那个托就给人买 然后就是就货卖就货卖掉了 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我们旁边有一个长腕症呢 因为他是老公兰当啊 就是说老公非呀 他不是这个地方的 这这个只有四个字 十四灭拱 这个背后啊 杀猪八毛 你看回去吗 他有些更可恶的 他那个你看这个降解石 可能那里面有飞地 你看有个黄米石 你知道我们转场有个黄米石 你看翻功抗额 他砸到这个地方 还有你看 杀猪八毛你看 他砸到这里 这就是江源氏派去的 简压高的 哪有这么惨人呢 你看看 你想这样 你敢回去吗 扩大赤字范围的一个关键用意 就是断了更多人返回中国的念想 但部分主动赤字的战俘 对当时的胁迫手段并不赞同 我反对 我在那时候 我那时候 我是 这想 我说这个 我们是背派一次来打仗和什么 很多人还 他有他的想法 我们不是说主张 那还没有懂得 这么的自由民主 这个大道理的 其实他应该 我们不应该裹挟他 我觉得应当挺起自由 不要什么 所以我们那时候 军管队没有 没有什么打什么东西 四字运动 后来传到了南边的八十六战俘营 这里的八千多战俘 多是第五次战役被俘的 尽管前国军军官依然掌权 这里的政治色彩 却相对淡薄 一个重要原因是 营内有势力的组织 既不是反共的 也不由亲共人士掌控 前川军九十五军老兵戴玉叔 在营内成立了兄弟会 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四川袍哥 他们的口号是 福困济贫 仗义助弱 用集体的拳头维持秩序 平时受欺负的弱者 在他们的保护下 也能吃上满碗饭 他那天就好 我眼睛科学传不起 就觉得是这样的 怀难行处 不忘主张 这个就很明显了 因为当初战俘 就是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大哥 而且谁就吃的比较多 所以当这个大队长 可以吃大碗饭 中队长有中碗饭 小队长小碗饭 一般人有吃半碗饭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当然这些刨哥的观点 就是说我们要有饭 大家吃 就是同乡会 刨哥会 但是这个组织上 它是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 或者它是帮助 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过 一些共产党员 当然等他们甄别之后 这个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之后 这些刨哥的组织 他们就自动地解散了 不可能让他们 继续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活动 双十节前夕 八十六战俘营内的反共战俘 准备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 与七十二战俘营一样 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四十周年 以兄弟会为主的亲共人士 向战俘营营部和警卫队发动突袭 双方打成一团 兄弟会很快占了上风 大家那都是隔的院 就用石头 隔群都用棍绷 最后美国人的儿子开进了 坦克实际上就给那些坏弹出围 把我们抓了过后 那就是滚崩大 刚天后只死了一个人 将汪烧气 美军干预后 八十一名参与打斗的人受到清理 营区被反共战俘彻底接管 营区的面目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 各大队此后实施正规划管理 国父孙中山画像高悬 反共抗俘的招牌四处可见 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门顶端迎风招展 战俘们佩戴国民党冒灰 每天定时集合操练 八十六战俘营还经常进行篮球和拳击等体育比赛 战俘们苦中作乐 登上舞台表演传统剧目 至此 七十二和八十六这两个中国战俘最集中的战俘营 成为狙击岛管理的典范 七十二战俘营率先实施的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原则 即生活艺术化 生活生产化 生活军事化 接近美军对战俘营管理的要求 1951年双十节前夕 战俘营张灯结彩 四处挂满纪念国庆的横幅和战俘提前制作的花灯 10月10日 中华民国国旗在战俘营升起 战俘们集体向国旗致敬 中国战俘同时引发联军方面的高度重视 1951年9月13日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视察中线第九军时 与几名中国战俘进行了交谈 12月29日 聚集岛战俘管理司令官美军上校费茨杰拉德 陪同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 视察了聚集岛七十二模范战俘营 受到热烈欢迎 战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递交了请愿书 希望摆脱中共统治 要求去台湾 美军之前已经注意到 众多中国战俘拒绝返回大陆的诉求 美国陆军心理战部主任 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 1951年7月就提议 允许不愿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 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往台湾 这个建议的人道考虑 与反共宣传作用均十分明显 很受华盛顿方面的赏识 可有人担心 这会影响韩战美军被俘人员的顺利遣返 而且违反日内瓦公约 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反对志愿遣返 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后力排众议 支持志愿遣返 学者指出 这主要是吸取了二战苏联战俘回国的教训 因为这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叫做Charles Boland 后来成为驻苏俄的大使 他就曾经在二战期间处理过苏联战俘的问题 因为当初很多苏联被德国人控制的战俘 后来战后被美国人解放 或联军解放 他们不愿意回到苏联 但是按照当时的协议 就把他们所有人送回苏联 他们送回苏联之后 因为做过投降的或者叛徒 然后回到苏联受到很多的迫害 所以Charles Boland就说服杜鲁门总统 坚决不能够再重复以前的错误 把中文这些反共的战俘也送回去 所以杜鲁门总统 他后来的倾向就是给他们志愿的选择 1952年初 联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 接纳了由杜鲁门总统拍板的战俘 志愿遣返原则 同意对战俘进行甄别 中朝方面最初坚决反对 后来勉强接受 那次甄别将坚决要求回归中国的战俘 从72和86战俘营中清除出去 这些正在定期聚会的老兵 都亲身经历了那次甄别 他们当时选择去了台湾 现在台北安度晚年 可60多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 依然让他们不寒而栗 在多名战俘的回忆中 李大安这个名字一再出现 在许多战俘眼里 这位72营的复联队长 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军化以后 他把抓了一把东西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讲不知道 告诉你这是引诱 我告诉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谁要再陪伴我 你小心我这一刀 就马学里面就叭叭叭 以后的吃了只吃了 他要回去大陆 结果我们拿出来 到时给他裹掉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这个裹一块下准备一小块 我就把他丢在他吃掉 我就说恨人 我要吃你的肉 我们那个有一个小队 有一个他怎么跟他讲 他都不听 他不抢气 他们就是用这个棒子 打死 美军资料和照片显示 72战俘营 当晚有四名志愿军战俘 被打死 第二天甄别时 战俘可以看到 丢弃在路旁的尸体 甄别结果 72战俘营 要求去台湾的比例 超过了90% 86战俘营 将近80% 71战俘营 几百名亲共战俘 没有经过甄别 由领导人说了算 全部回大陆 海边专门从事 装卸的70战俘营的 1500名战俘 选择回国的 超过85% 也就是说 在21000名中国战俘中 14000多选择去台湾 回国的只有5000多人 这个结果 不但中方无法接受 也大大出乎美军的预料 有人将此称为反共和亲共战俘的大分家 以不愿归国来说的话 在我之前的文章 我也有提到就是 甚至有些人只是说 我只是想要求生存 求生存是说 我想要选择一个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地方 我过去 因为他很清楚说 我可能回到大陆去 我的背景不好 那我可能将来 这个生活也过得不好 那我干脆就是 我离开这个地方 我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所以他们的这个选择 并不是单纯是亲共跟反共而已 他们有很多的一个面向 甄别过后 五千多回国战俘 被送到聚集岛的602战俘营 集中关押 没有了反共战俘的压制和干扰 亲共战俘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 平常缩头缩脑的共产党员们 此时站了出来 担任各种职务 他们要求大家割去身上的次字 很多人后来回大陆时 身上都有刀痕伤疤 根据美军分散行动的安排 一万四千多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 四月十九日起 分批被送到远离韩国本土的冀州岛 为了打消顾虑 在战俘营船叫中文流利的美军牧师 武伯利陪同战俘们乘船前往 战俘刚刚抵达冀州岛西南沿海的穆瑟浦 就有人死亡 没有来得及安顿的志愿军官兵们 聚集在山防山脚下 用军礼送别刚刚逝去的战友 由于时间仓促 美军只是设置营帐 再用铁丝网圈围起来 称作第三战俘营 赴台战俘高文俊在韩战一网中回忆 他们抵达的第二天 风暴就将帐篷吹翻 只好露天而塑 新的营帐运到后 战俘们重新建设营区 并用双手将关押自己的铁丝网 替美国人加高加固 生活恢复正常 反共战俘中的领导人 却不敢放松警惕 月初的甄别告诉他们 信誓旦旦 次字文身都难以代表真心 于是加紧了对战俘们的控制和观察 没过多久 一些反共信念不够坚定的人 就被揪了出来 处罚相当的严厉 干掉了 那你这个 这一个抗方都一两千人的 那你绑筛啊 就是你大伙怎么解决的 就是挖这个 像这个地下挖 挖两尺寸的 对 大概一人多宽的样子 圆桥上弄 挖很长很长的 挖 挖了以后你要是要防消遍大遍 你报告一下 要跟班长啊 跟小队长讲你出来 你想你这个人有个问题 他把你叫出来 晚上啊两个人出来 你不晓得 叫出来 叫出来好像跟邮带一样 他出来 你不晓得 到这他把你推到那里面去了 那你拔 那都是大便和尿啊 你两个人呢 你拔不上去啊 那下边是空的啊 是软的啊 都是大便的 是尿啊 那你吃不上地啊 这个手啊一离开那个岸里之后 抓不住之后 慢慢的 就趁下去了 美军把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带出去 到海边洗澡啊 但 加上你哪一个有问题 他用这个挂护的道啊 你要是你要是有问题 他就逛逛到你院前呢 那挂护的道 找这个毒品 你哈 你等 都没有抵抗你顺手一下 这个都是真实的 然后那里面很残忍的 各战俘营同时扩大次制范围 宣誓效忠蒋介石 坚定反共抗俄的信念 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王东元 在争取反共义士归国记中回忆 穆瑟普三个连队 营地到处国旗高数 门前大叔标语二连约 一条命灭共匪 一颗心回台湾 10月10日国庆 三十一日蒋总统 诞臣及元旦等日 各营均举行隆重庆祝 并排演话剧 暴露共匪在大陆之罪行 选择回大陆的五千多人 六月三十号起 分两批被运到冀州岛 在北部冀州市郊的 第八战俘营扎寨 与穆瑟普第三战俘营 南北相望 逃离了聚集岛上的控制 亲共领导人迅速在十个分营 又称网 每网五百人 建立了甄别后才成立的共团会分支 在营内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生活 领导层并策动暴动 夺取武器 用行动洗刷被俘的耻辱 我当时因为是 所以说是会给人员后 做一招的恢复 恢复主持生活的 地上看众主持生活的 有很多情况 当时有个想法 就和南朝鲜地下 沟通沿进去了 准复暴动过 渡过海水的话 海湾的话 就爬上南朝鲜 奔土 到他的紫衣山去 美军很快得到消息 将组织暴动的亲共领导人 单独关押 共团会于是将矛头对准了 向美军通风报信的叛徒 通过各个分营的保卫委员 清除异己 手段包括暗杀活埋 那就翻铁搜出去 就是准备要 又要去台湾了 那些人 美国人 并没有把 只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小 那个小帐篷里 大概几十个人 这些人 这些人要干什么呢 就给他提供情报 然后到 然后到各个贴搜 就远远的指认 这可能是地下党的领导 把抓出来 在这么情况下 我们才动手 1952年10月1日清晨 回国战俘公然违背禁令 在十个分营同时升起了 九面五星旗 和一面朝鲜国旗 美军包围了第七分营 我们游战 我们成立几宗 下来几宗 然后在一个小帐园 只兵地 有了 其中的warci体 在一年兴起了 是被罰了 还有 我猜 我猜 有了 制作的 或什么 旗艺 几书 和 但是我们也是相当危险的 敌人机关枪也加起的 敌人的四周也有卫兵拿着枪也在来的 所以就准备了开火 当然这个主要是集中打气势 到时候有坦克有飞机 坐在天天上 在坦克在每个集中里都在来的 警告无效后 美军25步兵师35团的两个牌 强行进入第七分营降旗 门外还有一个连警戒 战俘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烫开水和石块开始攻击 美军开枪还击 导致60人死亡96人受伤 烟 烟 破坏 所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只要烟我们的武器 很多人说这是我的职业 维吉尔当时持有M1卡冰枪 32发子弹打完后又换了一个弹架 他回忆说 有些战俘并没有攻击美军 而是在室内躲避或试图逃跑的时候被击毙的 7号分营的地势最高 其他分营的战俘都目睹了当天的事件 他是对准7号 他是当成有大师母士路人 大师一百多人 美军随后在战俘营中搜出了多种自制武器 国际红十字会也派代表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但亲共战俘的抵抗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 美军文件显示 亲共战俘侯瑞心 10月28日攻击联军人员被当场击毙 战俘们尽管对升旗导致的死亡事件义愤填膺 可有人事后回想 认为这实在是无谓的牺牲 美军已经告诉我们说 美军已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们要升旗 你们就是有意来挑战 因为在日软公园里面讲了 不允许你们这个 你可以有信仰自由 但是不允许对这个管理当局进行挑衅 所以你们要升旗 我们就要对不起就要镇压 那为了镇压我们也要升 意思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流血 来证明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 北部亲共的第八战俘营 硝烟弥漫 南部要求去台湾的战俘 组织的第三战俘营 却是忙着营舰 因美军要求反共战俘们 开始从海边和山岗采集石料 自己动手搭建营房铺设道路 准备迎接冀州岛的寒冬 短短几个月 一栋栋石料营房 在山房山脚下建成 营房公路相间 并设有外形别致的野战医院和基督教堂 一万四千多战俘携带各种物品 从三个连队的数百顶营帐中 集体迁往新的营区 就连港亭也用人台肩扛运到 美军在穆瑟浦特别修建了机场 增加补给 并派出工兵 排除战俘营附近 日军二战时期埋下的地雷 战俘们同时执行很多 后勤公差使命 美军运送物资的兵舰一到 战俘们就帮助装卸 用手将大量的汽油桶向仓库滚动 聚集岛的甄别工作结束后 大部分不满16岁的志愿军少年战俘 被送到冀州岛 美军的文件记录 截至1952年10月1日 穆瑟浦第三战俘营就有63位未成年战俘 其中4人是1939年出生的 也就是说1951年参加韩战时 他们只有12岁 我们那个叫我管那个 叫我叫那个就是儿童队嘛 那个老公啊 我说这 康美人他最小 那时候才13岁 睡到汉战去 有150人到200人 就叫我教他们笔顺 教这个教十字 教肚子教这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 穆瑟浦营中的战俘 坚决要求前往中华民国的诉求 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 台湾方面加紧与联军合作 争取更多的志愿军战俘 前往台湾 60年过去了 历经沧海的高文俊 对那场远去的战争 依然难以释怀 年近九旬的他 在濒临太平洋的九金山家中 时常透过淡淡的搏雾 向海湾眺望 海面的一叶孤舟 也会让他陷入沉思 那是停战前的1953年 也是一个春天 他和战友们在济州岛上 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历史的浪潮 不知最终会飘向何方 等待这些年轻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 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系列纪录片 志愿军战俘 您在180师的时候从事宣传工作 是文艺兵 当时战俘营里 当时创作的歌曲里边 有三首出自您手笔 是吗 对 第一首是庆祝国庆三周年 第二首是指路明灯 毛主席 第三首是 起来 进来战友 从词到曲都是您的 都是出自您自己吗 对 词曲都是您 对 请继续关注 我们的土地上,革命的火种,风发光芒,脚步踏着脚步,奋勇现金, 鼻帮扣着鼻帮,团结如钢,漫长的黑夜就要过去, 为乃的希望,向出生的太阳,我们高尝,我们的胜利,我们坚持,我们的荣光, 起来吧,起来吧,亲爱的战友们,前进呀,前进呀,心中好而浪, 我们团结在某的东西之下,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最后的街坊,快乐光明就在前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